文革時也當過紅衛兵 年輕時 曾跟著共產黨搞土改 當過紅衛兵的大陸民眾 如今在退黨網站上聲明退出中共組織 也有底層的農民表示不再相信中共 好 一起來看這一期的退黨精選 大陸的田佑海趙三女說 年輕時跟著共產黨搞過平分土地 後來又當過兵 文革時也當過紅衛兵 造過反 到老了又回家當農民 自己一生無德 最近認識到了自己前半生 跟共產黨幹的那些事全是壞事 所以一生無德 還落了一身病 真是後悔啊 再次聲明今後絕不再跟著共產黨幹了 與中共一刀兩斷 堅決退出共產黨的一切組織 做個明白人 河北的王秀洪、李勝利說 我們是被共產黨害慘了的農民 退出這個騙人的組織 自己選擇未來 安徽的一名派出所的員警 寫了1200多字的退黨聲明 由於節目時間關係 讓我們來看其中的節選 化名RP的員警說 我是安徽某縣的一名派出所員警 今天在此聲明退黨 是因為我要感謝動態網給我帶來了新聲 自由門軟體讓我開拓的不僅是眼界 還瞭解到中共為何迴避的不少事情 更重要的是讓我也認識到了沉迷色情事物的危害 也漸漸相信了報應一說 以前我在大學暑假的時候 還私下辱罵過一個在早點攤 給我講法輪功真相的阿姨 雖然我早就忘記了你的容貌 但是我心裡深深對你說一聲對不起 我還知道現在我們獻局國保大隊裡 有幾名基層員警 對法輪功的活動都不管不問 這樣很好 一個不信仰真善忍的民族 那就會信仰假惡還有暴力 但是拋棄中共需要勇氣 我希望越來越多的人多做善事 希望屆時更多同行 在中共各級政府下令槍口朝向百姓的時候 能表現出不作為 好 謝謝趙培 中國大陸參加扶貧工作的人員表示 對中共浮誇的一套非常反感 也有國企員工表示 深知中共的黑暗面 他們都宣布退出中共組織 下面請看這一期的退黨精選 大陸的劉友濤說 我是一名教師 又被抽調參加扶貧工作 最近半年內心惶恐不安 對共產黨搞的這一套 虛假浮誇的東西越來越反感 又不知該怎麼應對 幸運碰上明白真相的人指點迷津 我現在鄭重聲明 退出曾經加入過的中共黨團隊組織 與中共邪黨劃清界限 不再做助紂為虐的壞事 只做對老百姓有利的好事 期盼著中共早日解體 中華民族早日復興 北京的陳陽說 我在國企單位工作 在單位領導的VB利游下寫了入黨申請書 深知共產黨邪惡的一面 現在寫下退出黨組織的申請 永不加入這個邪惡的組織 中國大陸的民眾表示呢 看懂目前時局變化 看一看哪有好的國家還把馬克思當寶 決心要退出中共組織 好 一起來看這一期的退黨精選 韓二等8人聲明退隊說 慎思明辨選擇未來 看懂時局變化 尋找自救之路 紛紜亂世做可明白人 為自己的未來做出美好的選擇 我全家退出 魔鬼幽靈 喬良說 少年時被欺騙加入過少先隊和共青團 可是現實生活中 共產黨仍是沒有幹過一件 公檢法就是冤假錯案的製造者 看看世界上 哪有好的國家還把馬克思當寶的 把馬克思當寶的都邪惡至極 喬良在此宣誓退出邪黨的共青團和少先隊 不予邪惡為伍 近期中共的加緊了對教師的意識形態控制 有初中老師表示身心俱疲 還有學生也表示知道中共不好 他們都聲明退出中共組織 一起來看這一期的退黨精選 吉林長春的王晨說 我是一名初中教師 教學中很多時間被不適用於改進教學 而是假大空的政治會議佔用 搞得身心俱疲 邪黨的這種空洞的形式主義的洗腦教育和黨文化 不僅槍害青少年 也使教師備受折磨 我現在鄭重聲明退出 與這個邪惡政黨有關的一切組織 在內心與其一刀兩斷 明辨是非 選擇光明的未來 羅大菲說 我在學校裡是被老師點名入的團隊 父親是老黨員 在他的縮始下入的黨 現在知道黨的不好 和父親無法溝通 他已經完全被黨入化 我的退黨申請被阻撓 一直不能書面退黨 謝謝你們給的這個平臺 讓我安心的在此退出黨團隊 抹去 誓言 回歸本心 做個好人 中共宗教局局長王作安前不久說 中共黨員不准信教 而有調查顯示呢 85%的中共黨員信仰宗教 為什麼無神論擋不住越來越多的共產黨員信仰宗教呢 下面一起來看看有關專家的分析 逢年過節 大陸各地的寺院人山人海 煙霧缭繞 其中有不少共產黨員 而近年來大陸落馬的中共貪官 也被曝光大多偷偷信著宗教 一面貪求升官發財 一面奢望免於查處 雖然後稱是無神論的政黨 但大部分中共黨員信仰宗教 已經讓中共自身都感到危機 美國普渡大學社會學教授 中國宗教與社會研究中心主任楊鳳港教授 曾主持調查中國人的精神生活 結果於2007年由中國零點調查諮詢公司發布 調查顯示 85%的中國人有宗教信仰 或者從事著類似宗教的活動 楊鳳港教授還表示 調查者詢問了受訪人的黨員身份 發現在中共黨員當中 信仰宗教的比例也是85% 中國共產黨組織高層有無神論意識形態做主導 要求黨員不能有宗教信仰 可是實際上大部分人是做不到的 他們不參加正式的有組織的宗教的話 就更有可能相信無數一些怪力亂神 為什麼這麼多的共產黨員有宗教信仰呢 楊鳳港教授認為這是非常正常的現象 這個東西不是靠意識形態教育就能夠解決問題的 而是人的內心有這樣子的需求 不僅侷限在物質的世界 而是還有精神的方面有靈性的方面 這是人類歷史幾千年來 所有的人類社會都具有的 就是關於精神或者靈性方面的信仰 這個並不是任何一個社會能夠阻止禁止的東西 如果精神和靈性層面的追求是人的天性 為何中共卻要一再加以禁止 美國海軍學院歷史學的余茂春教授指出 共產主義本來就是一種世俗的宗教 有它的偶像崇拜 有它的教義 目前共產主義信仰面臨危機 它當然會禁止其成員去信仰其他宗教 但信仰是人精神層面的追求 因此很難禁止 做一個無神論者是中共寫入黨章的要求 那麼身為共產黨員 還有沒有選擇信仰的自由呢 余茂春教授也指出 中國憲法賦予信仰自由的權利 如果共產黨絕對不允許黨員信仰其他宗教 那應當允許有信仰的黨員自由退黨 不過中共將黨員退黨視為不贊同中共體制 因此剝奪他們的社會資源或上升空間 造成在大陸公開退黨的難度 但是不斷由黨團隊員到海外退黨網站公開聲明退黨 截至今年8月1號 中國民眾退出共產黨、共青團、少先隊總人數突破2.8億人 雖然中共對目前的信仰危機憂心忡忡 但近年來不斷有媒體披露出 共產主義創始人馬克思實際也並不是無神論者 他只是從早年前誠的基督教徒轉為反對上帝 渴望毀滅世界 1986年出版的《馬克思與撒旦》一書披露 馬克思曾在一首詩中說 我渴望向上帝復仇 馬克思還在劇本《奧蘭尼姆》中寫道 黑暗中 無底地獄的裂口對你我同時張開 你將墮入去 我將大笑著尾隨 並在你耳邊低語 下來陪我吧 同志 中國遊客在德國行納粹裡被逮捕 好 下面請看趙培為我們帶來的微視頻 謝謝主持人 大家好 2017年8月5號上午 兩名中國男性遊客在柏林市中心的國會大廈 雅清刑了一個納粹禮 並且還互相拍照 他們也因為這個行為被這個德國警察給抓了 在繳納了500歐元的保釋金之後呢 他們可以離開警察局了 那麼咱們也懷著好奇的心情看了一下相關的報導 原來呢 德國刑法的這個法典裡面說啊 傳播或未用於傳播而製作儲存進出口 以及公開或在集會中使用 德國信法法院認定的微信政黨或者組織標誌 可判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罰款 這些宣傳品呢 就包括了旗幟啊 徽章啊 制服標語口號 問候禮等等 重點是下面這一句 可用於復辟前國家社會主義組織的標誌 也屬於該條款的適用範圍 那麼大家都知道啊 這個希特勒組織的這個納粹黨的全稱是 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 這個黨名不是國家社會主義 但是屬於這個範疇 所以你行納粹禮是觸犯德國刑法的 那麼除了德國之外啊 捷克、斯洛伐克和奧地利也都有類似的規定 行納粹禮等於是犯法 那麼這個新聞呢 讓人最吃驚的 不是這兩個人被抓了 而是國家社會主義組織 在德國人的概念裡就是犯罪的 那麼我想到了咱們中國的一個實際問題啊 中國共產黨、共青團和哨心隊 現在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現在中共又壟斷了中國所有的資源 這就是國家社會主義啊 這在德國那是違法的 按照這個規定 在德國 你如果行了這個哨心隊對立是個什麼行為呢 那是犯法的行為啊 這並不是危言聳聽 2016年波蘭議會修改了禁止共產主義宣傳法 新的法規要求波蘭各地 必須在一年之內取消公共場所 所有的共產主義相關的這個名字啊 並且要取消涉及跟共產黨有聯繫的 個人組織事件和日期 以及代表共產主義的各種象徵或是宣傳 當然啦 烏克蘭也宣布了禁止共產黨的法律 這兩件事我們可以做一個對比 我們可以發現呢 其實呢 在歐洲人認為啊 這個共產黨和納粹黨是有共同點的 那就是反人類方面是共同的 我們單說這個殺人方面吧 納粹黨屠殺猶太人發動戰爭 那麼共產黨呢 幹的更加過分 蘇聯和中共都因為搞這個集體農莊造成了大饑荒 我們知道中國人啊 因為飢餓而死的人高達三千多萬人 同時呢 中共還迫害了中國的地主、富農、資本家、知識分子 和法輪功等等各個階層的中國人 可以說呢 他殺的中國人呢 是不計其數 單從殺人來看呢 這兩個黨那都是反人類的 共產黨在殺人的絕對數目上 那是比納粹更加兇殘的 所以兩者都是罪犯 德國的這個新聞呢 還有一個讓中國人感到很震驚的地方 就是敬個禮至於犯法嗎 還真至於犯法 原因在於啊 你敬禮的同時等於在宣傳罪惡 甚至是鼓勵別人去犯罪 那你本身這個行為也在犯罪 對比來說呢 中共的這個入黨宣誓 入團宣誓和加入燒心隊的宣誓啊 那要比這個納粹尼克要嚴重多了 那是詛咒發誓啊 等於是把你自己的生命劃歸共產黨管了 那就是把你自己劃到反人類那一活了 這才是最可怕的 那麼怎麼辦呢 那就必須有實際的行動 退出共產黨的這個組織了 這才是走正路 可能在不久的將來之後呢 中國就會沒有共產黨走向自由 那麼真正的好人呢 也因為他退出了這個共產黨的組織 沒必要跟著共產黨一塊受到懲罰 不是嗎 好 下午大家 今天的微視頻就到這裡 8月7號 是中國大陸知名維權律師高之勝 刑滿初遇三週年 三年來 他被軟禁在陝北老家榆林市嘉縣 沒有行動自由 在他被軟禁三週年前夕 中國大陸的維權人士和網友 在網上發起高之勝看牙 自由高之勝的公民行動 要求中共當局立即停止對高之勝自由權、健康權等 基本人權的侵害 還高之勝看病求醫、自由走動的權利 據維權組織透露 高之勝目前的生存環境惡劣 此前 遭酷刑折磨而受損的牙齒 現在基本鬆動脫落 他多次準備外出看牙 都遭到當局阻止 而榆林地區前不久爆發洪水後 蚊蟲泛濫 高之勝渾身被蚊蟲叮咬 奇癢無比 抓牢後 感染流出黃水 大陸熱心網友為他寄送的蚊帳、蚊香、藥物等 又被看管人員沒收 網友表示 如果高之勝律師外出看牙的權利繼續被剝奪 他們將徵召能夠上門的牙科醫師 以及網友前往陝北 一起探訪高之勝律師 中國知名的維權律師高之勝刑滿出獄後 被軟禁陝北老家已經3年了 高之勝7號告訴本臺 他對當年為法輪功等弱勢群體發聲 而遭受迫害一事 從來不後悔 高之勝的妻子耿和女士對日前網上發起的 高之勝看牙 自由高之勝的公民行動 表示由衷的感謝 3年前的8月7號是高之勝刑滿出獄的日子 展而人們說 實際上高之勝只是 從一個小監獄轉到了一個大監獄 因為這3年來 他一直被軟禁在老家陝西榆林市家縣 高之勝7號對新唐人表示 其實不只是他 在中共統治下 大陸所有的中國人 都活在監獄裡 失去了自由 高之勝曾被中共司法部選為中國實家律師 在2004年12月開始 一年內 他多次上書中共領導人要求停止 對法輪功慘絕人寰的迫害 2006年8月 他被吊銷律師職業證 隨後被長期綁架 遭受駭人聽聞的酷刑 最後 他被關進新疆偏遠的沙亞監獄 高之勝還在美國的妻子耿和告訴新唐人 這些年的殘酷迫害使高之勝的牙齒嚴重鬆動 出獄回家之後 中共仍不讓看牙醫 他一搖頭呀 牙齒都在裡面剛剛剛剛的響 如果他躺下睡覺呢 牙齒呢 今後就倒在他的舌頭上 而在過去的三年中呢 我們不低於三次自己去看牙 他們還以流氓的形式把我們給堵回來 你說這不是一種酷刑嗎 都已經到了家裡了 他不讓你出去 不讓你救醫 那現在都沒牙了 現在都不叫吃飯 就是喝湯了 都是叫喝飯 全都是喝米粥 就像在身體上 天氣上 想把高智打垮 日前 大陸一些維權人士和網友發起 高智勝看牙 自由高智勝公民行動 要求中共當局立即停止對高智勝自由權 健康權的殘酷侵害 如果高智勝外出看牙的權利繼續被剝奪 他們將徵找牙醫取家縣為高智勝看病 對此 耿和表達了感謝之意 並表示 他目前最大的願望 就是高智勝趕緊去看醫生 更何還透露 高智勝最近飽受蚊子叮咬之苦 但網友寄過去的防蚊用品全部被中共沒收了 高智勝表示 他絲毫不後悔當年的選擇 高智勝表示 他絲毫不後悔當年的選擇 高智勝表示 他絲毫不後悔當年的選擇 如果再來一次 他會做得更堅決 2014年刑滿初遇遭軟禁期間 高智勝秘密撰寫出版《2017起來中國》一書 令中共十分惱怒 監控也因此更加嚴密 但高智勝不為所動 仍然勇於發聲 最值得紀念的就是2017年起來中國書的出版 2016年的《中國的人權報告》 和2016年中華聯邦共和國憲法的完成 在這些方面 呼籲更多的人去關注 更何表示 在過去三年裡 在牙齒鬆動脫落 無法攝取營養的惡劣條件下 高智勝還堅持寫作發聲 這種意志令他非常感動